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的议题我不太清楚这个题目是你们自己定的还是我们委员会这边定的 不过我是觉得这个议题是蛮复杂而且是非常重要的议题 不过这位有一点疑虑了 我个人不太了解我看不太懂的 如果是中央政府机关要南签那什么是中央政府 中央政府包括哪些的机关 我想中央政府有它的法定的定义吧 行政院所属的这五院都叫中央政府 这个五院的主要的民意机关应该都叫中央政府 我想这个就是一个大问题了 就是五院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 那么通路都要南签吗 还是少数机关 这个是必须要考量的一个问题 当然我们现在考虑到 有很多的委员也考虑到说将来是不是首都要南签 甚至呢某些的机关要先行迁移 那最主要的考量就是因为现在有高铁嘛 那高铁当然方便于工作 也许我们在那边开会或者是各部会去备巡 这个都是可能会比较方便 但是呢高铁让我们去其他地方甚至回家更方便 意思就是说你可能机关在那边到晚上就回家了 那么这样子会不会带动地方的发展 这是有疑虑的 所以我刚刚非常同意您最近的一些说法 就是迁都当然是选项之一 但是我个人认为说这个迁都呢 其实有很多的议题呢必须要讨论 比如说中部这个迁都的时候呢 你可能会考虑到水资源的问题 因为基本上您是很清楚嘛 中部地区是缺水的 那另外一方面是空气品质过去呢是不是很好 最近呢这个环保署还有地方政府的努力呢 是在空气品质是有所改善 从三级的空品区那变成二级空品区 但是我们最近呢也看到有一个很新兴的议题嘛 就是平潭大陆 海溪的特区 将来海溪如果变成一个重化工业区的时候呢 依照环保署所做的模拟 它会飘过来的 它在四月到五月的时候呢 是会影响到我们中部地区的空气品质 所以如果在这种情况之下呢 当然还包括地质啦 地震啦 这个相关的一些条件 另外就是住宅的一些工需 那么生活机能 这个我想这些都要通盘考虑 尤其是生活机能 我们也知道像过去有几个学校呢 找了一个新的校区 那么学生呢到晚上开业车 晚上要出来吃宵夜啊 要出来吃碗这个牛肉面啊 要骑车一个小时啊 或者甚至两个小时 所以那个整个机能呢 必须要去考量 所以迁都啦 或者是中央机关的南迁啊 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全世界迁都啦 成功的没几个 就像您的报告里面一样 是 那么另外呢 我们也看到 宇悦署就是最好的一个例子嘛 南迁之后 即使是补助每一个员工两万块 但是大家还是回来了 所以我是觉得这个是要慎重 但是不见得是 没有这个可能性的 但是重点呢 应该是后面啦 我想今天很多委员都关心 中南部的这个发展 甚至是区域的发展啊 所以这个部分呢 我是觉得 呃 就这个议题的设定啊 这跟未来努力的方向啊 呃 我是非常 我是肯定啊 这是非常有意义的 这个议题的设定 但是呢 呃 是不是在整个区域的布局上面啊 是不是应该做更审慎的这个考量啊 是 在整个区域的均衡发展啊 不晓得 部长的看法怎么样 我想区域的均衡发展 那是我们必须要面对的 北台湾过度集中 那也是我们必须要面对的 所以在内政部的执掌里面 我们必须很专业的把这块土地的这个承载力 给呈现出来 那根据这个承载力 我们再来谈说 那北中南东各适合 它的这个 它的 各适合发展什么样的产业 需要什么样的选口 那在那个东西 照着最后的 再定出一个国家的政策出来 当然还要考虑到什么 对岸 香港 新加坡的发展 做出一个台湾的整体策略出来 所以我是觉得 那这里面又牵扯到 我们刚刚讲的几个法 都必须要过 这个地方政府 我觉得现在 目前最急的是什么 是地方政府的capacity 是 就是第一 地方政府有没有能力解决自己的问题 他有没有裁员解决自己的问题 中央跟地方之间的这个 权责划分 现在事实上是不清楚了 所以这个东西都有 我是觉得 可以开始谈 我也认为说 必须很积极的来谈这件事情 好的 我想这个 不但是区域的均衡发展 我想部长也强调过好几次 区域之间的 整合的伙伴关系 其实非常重要 我们现在都想到 例如说有些的人士或者是委员 就有关心 将来呢 有没有可能迁渡到台中 但是呢 似乎呢 大家是把观点放到台中市区 问题是说除了台中市啊 这个市区啊 现在的发展区之外呢 它其实还包括和平啊 或者是这些东市啊 这些地方 那这些的比较乡野的地区 或者比较偏远的地区 怎么样去发展 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国产 所以这里面有两个层级 一个就是整个大台湾的国土规划 一个就是您讲的 大台中的这个区域 区域的一个整个 对 所以这两件事情 两件事情的一个整合 两件事情事实上可以同时并行的 是 我想刚刚那个今天会 呃 副主委 黄副主委 特别也提到了 呃 也许您可以做一些补充了 我觉得非常重要的 今天会现在是在推动加油产业 产业有加了 我想这个政策是非常正确的 其实最重要就是说 这个区域的发展 比如说将来台中都会的 或者台中 现在新台中市的发展 那 或者是新高雄市的发展 新台南市的发展 其实重点是在哪里 我个人认为是说 应该是他自我的定位 这非常重要 因为刚刚您的说明里面 也讲得很清楚 每一个区域都市 每一个区域呢 他有不同的特性 他有不同的潜力 不同的发展条件 他的产业呢 将来能不能留在那里 才重要 如果说我们迁都迁了去 然后每天大家都到高铁 这个社会的成本是不得了的 另外一方面呢 晚上就回来了 那将来成立的就变空城 所以呢 就像我们现在的将来的淡海巡视 也是一样嘛 如果变成一种技术型的 倒是晚上的时候回家睡觉 这个都市发展起来 将来也是很有限 所以呢 怎么样呢 让这个区域之间自我定位 怎么样让他找出他自己的产业 甚至让这些的市民能够愿意呢 我在这边的十一住行都在这里 这个才是重点 我不晓得今天会这边 有没有一个对各个区域的一个期待 好 谢谢邱文 刚刚提到的非常正确 非常钦佩 产业有加 加油产业就是从这样子来考虑 把每一个区域 每一个县市的产业的特性 考量自己跟国际的这些潜力都市 到底我们有什么样的机会 有什么条件 那我们缺了什么样的一个资源 我们分别给它做市性的一个发展 那么将来这个 这样做出来以后 它有每一个地区的特色以后 才能够成长它的一个都市 那现在几个五都 我觉得非常重大 尤其是台南 台中 高雄 都产生都内的 发展不均衡的状态 因为它已经从都会型的 进入到城乡型的 那怎么样来处理这个部分 将来内政部也可以跟这几个都市 我觉得把所有都市内的土地 假如我们把它发成几个框块来看 这个框块里面就有三个结果 一个是往上发展 第二个是往下移动 第二个是排斥不动的状态 假如我们对这样的一个 所有的土地 做这样的一个分析 给它一个好的方向 那它的空间就重新解构又重构 那这个也是从长远的都市发展来看 做一个那这样也可以把城乡 在内部的一个部分来做 那至于几个都市之间 我觉得合作是永续的议题 不管怎么样合并 合作的议题永远存在 所以我们会加速来推动 合作的这样的一个工作 我想这个方向非常清楚了 我们很期待就是两个部会 能够在紧密的合作 提出比较完整的计划 那么这样今天这个探讨 就更有意义了 那第一位呢 其实本熙过去在中山大学服务 这十四年啊 我对高雄啊 其实是非常的关心 但是我也有相当的忧虑啊 我记得谢长宁这个市长的时代呢 提出了这个海洋首都 这个概念 我觉得非常好 因为高雄的潜力 跟它发展的机会呢 其实跟海非常有关系 那么我记得这个 叶市长 他代理的时候呢 他就提出来了啊 那么水岸花香城市 到岸上去了啊 那么后来这个 陈菊市长的时候 变成幸福城市 海洋不见了啊 那我现在担心的是说 高雄的这个基础呢 应该是跟海有关系 也有它的山海的一个关系 当然过去在 杨秋心县长的时候 提出三三计划嘛 类似这样 所以现在呢 我不要担心的是 高雄的这种空洞化 就是产业的空洞化 有没有可能有一个 中央有一个 更完整的一个格局呢 让南部 特别是高雄市的 特别港区的部分呢 做得更好 因为刚刚你提到 空港 海空双港计划 可是事实上呢 我也担心啊 比如说现在 洲际会会会 一天天的几千公顷 变成一大块 日本的田海不是这样子 它是一块一块的 它事实上呢 对这种飘沙的 这种维系的 对生态的 七地的创造呢 其实是非比较好的 而不是一大块 所以呢 我们会期待呢 你们两个部会呢 是不是跟交通部啊 好好的研究一下 应该像这个 欧萨卡一样 它叫出的口号就是 Ecoport 就是一个生态港的概念 或者是 不管你叫商业港 或者文化港 但是呢 是应该它是一个complex 所有的这种工商机能 油气 航运 贸易 通通在一起 用这种角度呢 我觉得这种高雄 新高雄市才有一个 比较完整的一个发展机会 那当然最后一点点啊 因为时间的关系啊 那个国土介绍法里面啊 刚才的那个投影片里面啊 也提到啊 你现在这个国土介绍法 就剩下四个区嘛 城乡发展地区 农业发展地区 国土保卫地区 还包括第四个 就是海洋发展地区 但是你是置于这个 县市的这个架构之下 那所以呢 我们要请教那个地震师啊 那么地方政府可不可以管海 我想时间关系就没有办法让您再回答了 我想这个 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了 地方政府从行政内政部的这个立场上面 过去呢 是我们想去管那个海域 但是呢 从地震市的角度呢 海洋是国家的 应该是国家来看 我们是觉得是这个观点是要不要对 如果在这种情况之下 你把海洋资源地区放在这个 地方政府县市的架构之下是有问题的 所以那国土介绍法呢 应该是把它拉出来一块啊 单独 所以我过去主张说 国土介绍法应该是三块论 陆地的一部分 海域的部分 还包括海洋的部分 所以是不是这个部分啊 请贵部来参考一下 谢谢部长 谢谢副主委